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走上街头到大法官作书第785号解释 你对785号解释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785号是一个耻癌的正义 而且怎么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耻癌的正义 耻癌的正义 对 我这样子说好了 台湾大家知道 它是亚洲第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们号称的就是这样 可是这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本身对待它的公务人员 却不用法治的观念 用一个特别权利业务关系的一个框架 把我们就框死了 那消防人员人事条例 他写说我们消防人员是请移休 是24小时上班大学 做24小时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没错的 比方说警察 消防 海巡 医疗 交通等等 785号涉及的这些范围 他讲的是没有错的 可是那个意思是说 我觉得我们都要把它解释成正确 就是说他意思说 这些单位是24小时服务人民 不是这些单位上班的人需要24小时上班 我们也是人也有基本人权 我们也是要休息 我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像我们24小时上班完之后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回家就是补眠 赶快睡觉 对 可是你什么事情都没做 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应该是让我们的工作人员 然后可以换的 比方说他跟家人休闲的时间 他陪小孩的时间 还有他休闲预乐的时间 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但是自从干了消防人员之后 我们甚至连法定规定 我们是公务人员考试及格的 可是我们连法定规定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公时 不是公时的问题 是我们国定假日 我们甚至消防人员都没有 他说你从消防人员开始 你干消防人员开始 你就没有这个 你就没有国定假日 对 你就没有国定假日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号称民主法治国家 可是我们怎么会这样子 对待我们一个消防人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对 那你这一路走来 你的心力路程是怎么样 在上街头争取权力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个庆竹男书 我先简单讲一下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手写版 我们101年的8月31要办游行 这是101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办游行的时候 然后我就被调动了 消防局通常它是分上半年跟下半年 做一次的同调 可是这次的调动是只有我一个人被调制 所以这个明显就是要警告其他人 只有你一个被调制 对 他要警告其他人 杀鸡警友说 你不要跟着徐贵来 一起去上街游行 不然我就会把你调动 那我再讲一下 我们申请机会游行的时候 那个是高雄市政府 请整个市府资历来打压 比方说我们先跟公务局 申请机会游行 可是我们一开始准了 然后后来他又说 你这个条件不行 又把我们否决掉了 可是我们再去打线诉讼也来不及 因为游行就要办了 游行之前我被调指 刚刚这个调指表 我们已经看到 然后更夸张的一件事情是 当时的大队长 有一个叫王国泰的大队长 他在请教的时候 就公然去对我们所有人讲说 你不可以去奔去外来参加游行 如果你去参加游行的话 很简单 你的烤鸡就会受影响 那最后夸张到怎样的地步呢 他甚至跟这些人去讲说 如果发觉你的父母亲 你的夫妻配偶 你的朋友 代表你去参加游行 被我们抓到的话 你的烤鸡一样要受影响 是已经夸张到这境界 然后我们在游行的时候 全程消防局都在录影搜证 当我们游行办完的时候 他们马上回去指认 要各个长官去指认说 哪一个是你们对的队员 回去就是要严加处理 大概是这样 所以整个那时候就是 被告的人心慌慌 然后弄得大家都是 反正为了我们的权益 然后就被弄得大家很不愉快